那么高雄前镇跟林雅区被气爆给重创之后 各界的爱心物资是迅速的涌入 但昨天是传出 有一些不是受灾户的民众 他们竟然也来这里来冒领物资 导致一天之内物资就锐减了三分之二 所以为了管控物资的流向 今天物资战就定下了新的办法 来领物资的民众都必须要携带身份证件 工作人员会看地址并且登记 等确认民众是来自受灾区域才会发放 发送每户两份的物资 而领物资的时间 是从早上9点钟到晚上6点 希望借此借这个新的办法 可以避免物资再度遭到滥用